那我们说这个linear momentum跟碰撞 那要讲linear momentum的部分的话呢 在物理的话发展到现在为止的话 你都知道说能量守恒动量守恒脚动量守恒这些东西 那有很多守恒定力值应用在比较小的范围里面 譬如说我们说在这个系统里面 未来你会讲说这个conservation of energy 但是对energy这个观念到最后 你不是只实现在energy上面 你会变成考量狭义相对论的时候 你会把能量跟质量加进来 那就是energy跟mass是同一件事情 那唯有到现在为止到目前为止 linear momentum就是动量守恒这件事情 在物理的尺度范围里面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说在哪个尺度范围 在小尺度大尺度范围里面 还没有说它必须随着尺度而改变它的这个 这个动量守恒的定律的部分 那这也是我们说这个动量守恒呢 比较特殊的地方 那首先我们现在再回来就是说 那什么是动量的部分 那动量的部分的话呢 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 这个动量是一个linear的momentum 那换句话说 我们的我们现在在所有的运动 所有的运动都是属于平移的运动 OK 那未来我们会讲转动的部分 那这两个运动的部分 平移的运动就是我们已经交代过的 因为这个运动力学和牛顿三大运动定律 都是在平移底下 你所这个成立的东西 那未来转动的部分呢 你在转动的部分呢 那它又有一个跟平移对照的东西 那它动这个运动学跟力学的部分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针对平移这个部分 我们先来定义一下 这个物体的动量是什么东西 那因为它是平移 所以我们定义它的动量 就是一个linear的momentum OK 这是一个大的宏观的picture 那未来在转动的时候 也会有一个momentum 那这个momentum呢 它是跟转动有关系的 所以未来会有一个叫做eguomomentum 那eguomomentum呢 就是我们的脚动量 OK 那这两个动量的部分呢 是力学里面很重要的 一个是动量 那一个是脚动量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就是在平移状态里面 那linearmomentum的情况 那再回归到之前 我说一个物体受到一个force的作用的时候 那它时间从t0一直到t的时间的话 它的速度呢 从v0到v 那你都已经知道说 对这个force而言 那它的这个时间 随着这个速度随着时间的变化 就是牛顿 第二应动定律告诉你的一个东西 那force如果固定的时候 那force乘上dt 就是m的dv OK 这都已经很清楚的了 那一般来讲的话 你看到 我把两边取积分 在t0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v0 到t时间的时候 速度是v OK 那我说假设 如果f是等于定值的时候 那自然而然 这一个部分 f是可以提到外面来的 然后t减t0 OK 那m也是一个定值 所以它就是v减v0 这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情况 这是f是等于定值的时候 那f不是定值 那很自然的 在左边的部分 f是随着时间在改变 那就是t0到t 你要把它积分起来 那右边呢 还是一个m v减v0 换句话说 左四的东西 它跟什么 跟这个物体 运动状态的 起始运动状态 跟final的运动状态 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在物理上面 我们就把 某一个东西 左边这个物理量 当我们说 这个左边这个物理量 不管是上面 或者是下面 这样子的 你是定力作用 或者是不是定力作用的话 我们都把左边这个部分 叫做我们的冲量 OK 那这个冲量 换句话说 这个冲量呢 如果你把它 做图 你的作用力 随着时间 它的关系图 你把它 做出来的话 那我们看到 f的t 从t0到t 你从时间t0 一直到 t这个时间 你受了多少 你受了多少的冲量 就相当于是 你要去计算 这底下的面积 这个就是你的冲量 OK 那如果你是受定力作用的话 那就更简单了 那你的force是固定的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t0 这t0 到t 那在这底下的面积 就是我们所谓的 f t-t0 就是这底下的面积 OK 这就是你的冲量的部分 那这个冲量呢 是在 左势 所表示的 那 因此所表示的东西呢 我们也要把它 定义一个物理量 这个物理量呢 因为它是跟物体的 运动状态 有关系 那 这是initial的运动状态 这是final的运动状态 所以 我们对initial的运动状态 跟final的运动状态 我们必须有一个物理量 来表示它 那我们把这个物理量呢 就叫做 momentum 那由于它是 平移的 所以我们就叫做 linear momentum 那就叫做动量 一般我们是把它 用p来表示 那p呢 它的定义 就是一个物体 它的质量 乘上它的运动速度 换句话说 刚刚我们牛顿的 运动定律 f等于ma 现在 你直接看到了 f等于ma 其实 就是所谓的 我的 冲量 冲量是什么 冲量 我们刚刚已经 定义成 f dt 从t0到t 这个冲量 冲量的大小 就是等于 它的 动量变化 那动量变化 就是等于 m v 减 v0 ok 所以 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你写成 f等于ma 这样子的形式 这样子的形式 跟你写成 你的这个冲量 是等于你的动量变化 其实是什么 一模一样的 我现在这边把它写成等号 因为它不是定义 ok 这边应该也写成等号 那冲量i 那冲量i 它基本上就是fdt 你有了这个概念以后的话 那换句话说 前后的运动状态 你都知道以后 你很自然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既然我的起始状态跟 final的状态 你都知道以后 那这个冲量就是固定的了 那冲量固定的时候呢 可能 有不同的方式来呈现 譬如说 我们刚刚已经讲 那 同样的v跟v0 换句话说 我的data p 是等于constant的时候 我可以 ok 我可以是t0 到t 这个时间点 我的冲量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 同样的这个 同样这个 这个冲量啊 我可以选择 不同的 时据 我可以选择 不同的时据 然后 我可以选择 不同的作用力 那我可以t0到t 我说我已经知道我的 譬如说 我有一辆车子 从运动 到停止 那initial的速度 我已经知道 final的运动速度 我已经知道 但是我可以 但是我可以 知道 data p已经固定啊 initial的运动速度 跟final的运动速度 data p固定了 那我就可以去选择 我不同的 运动状态的情况 我也可以 时间很长 力量很小 我也可以 时间很短 力量很大 对不对 那你们这个 常常应用在什么 应用在打球上面 所有的球 球类运动的话 这个都是属于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好 一个棒球 投手投到 普手的身上的时候 普手可以选择 我接到这个球 慢慢的去接他 也可以选择 这个球直接就进到 我的什么 我的普手的手套 换句话说 普手的球 进到你的手套的时候 你可以让他 从进到你的手套 到停止的时间 很长 那你这个普手啊 受到的力啊 就小小的而已 你也可以 应接的 普手的 那个球进到你的手套呢 我就啪 让他接住 好勇敢 你就必须承受 好大的力量 对不对 因为这个力量啊 恐怕是什么 恐怕是可以把你的手 的那个骨头 只有震碎了 好几节也不一定 所以 在这种情况之下 都是属于 这个 这个冲量跟动量变化的运用 那这所有的体操的运动的时候 通通是属于这样子 就 譬如说 我往上跳 再回来 回到地板上 我可以往上跳 再蹲下来 安然无事 但是我就不敢 我往上跳 我的脚 通通不 你们等一下下课 你可以自己做一下实验 老师已经 老骨头了 不敢做这个实验了 你往上跳 你直直的 脚通通不要弯曲 那你看看 不要跳太高 受伤不负者 这个是 力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你们撑干跳 为什么底下要 垫个弹簧垫 也是同样的情况 要增加它的 作用力的时间 OK 然后 虽然 动量变化是一样 但是 这个 就用力的时间增加以后 我的那个 FORCE 作用的 力的大小 就会跟着减少 在动物里面 你去看所有的动物 譬如说猫啊 它会从 很高的地方 往下跳 都不会受伤 那他们 对不对 为什么 你去看那个猫的 掌 那个 他们那个 那个每一个掌 底下都有很 漏电 那个漏电就是什么 就是在帮助你 把这个时间拉长 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你去看猫 往下 从高处往下 跳的时候 你会看到猫是怎么跳的 嘿 对 有同学 表演得很好 对 他绝对不是 两只脚啊 全部 直直的下来的 所以动物其实也是在用 物理定力在做很多的东西 那你 未来我们在讲转动的时候 也一样的 你 你不能去做这个实验 因为你做了实验 人家说你虐待猫 你猫把它往上抛 它会转一下 然后再下来 它不会受伤 因为它其实就是在用到 那个角动量的变化的情况 好 所以物理学的运动定力 是人人都可以用的 那包含动物 他们在一个学习的经验里面 他们就了解了这些的一个情势 好 那现在的情况是说 你已经知道动量 你已经知道动量 跟充量之间的关系了 OK 这个 换句话说 这些都是定义的部分 那对物理的应用上面 是什么样的应用呢 我们说 我们的最主要的应用是在一个系统 那系统的话 你就要把系统找出来啊 那系统是什么 系统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在哪里 就是跟你自己要研究的标的物有关系 甲西尔这个系统是一个isolate 所谓isolate就是说 它跟外界 外界没有对它在做任何的作用力的作用了 换句话说 在这个系统里面 你要怎么自己玩 你自己去统计 OK 就是所谓的这个独立的一个系统 那在这个系统里面 你可以看到 你里面可以有非常多个particle 那这些particle呢 之间都会有相互交互作用 那这个交互作用 我们先不管它是有什么东西引起的 也许是重力交互作用 也许是电磁力的交互作用 也许是其他的 我们不管它是什么力引起的交互作用 这个之间都有交互作用 但是这个交互作用啊 促使这些物体 里面这个系统里面的particle 在运动 那在运动的话 那改变它的运动状态的时候 一定有什么 一定有力才能够改变它的运动状态 对不对 但是这个力是什么 这个系统里面的内力 不是外力 因为我们这个系统已经是isolate 最重要的是 我的系统已经是isolate 那既然你这些物体 虽然你都改变了你的运动状态 但是每一个物体 改变它 如果你把它独立起来 改变它的运动状态的因素 它的力 都是属于这个 isolate system的内力 OK 既然是内力的时候 那我们牛顿第三运动定律 我可以告诉你 有一个力 就有一个反作用力 而且它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作用在同一个直线上面 而且作用在不同的物体上面 所以对它来讲 它的这个作用力 一定有一个反作用力 作用在其他的物体上面 那这个力 改变了另外一个物体的运动状态 你把它total的 这个力 把它算算起来 再看它的 运动状态的改变的话 我们会发现 这个整个系统 它的 initial的运动状态 跟final的运动状态 它应该不会改变 那initial的运动状态 就包含了所有系统 它的momentum的相加 ok final的运动状态 也包含了这个系统 final的运动状态 我把 你把它加起来 这是initial的 为了避免这个i跟它一样 我把它改成k好了 免得你们 是对 如果有k个particle 那你就是n个particle 你就是nk等于1到n 那你把它全部加起来 ok 那这完全是因为 这个系统是isolate 所以在一个isolate system里面 它的momentum data p 它是等于0 这个也是我们所谓的total conservation of momentum 对一个isolate system 那它一定要符合 conservation of momentum 就是我们说动量守恒最主要的一个精神的一个部分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们在高中时候做了非常多的例子 那这个例子的话 譬如说 我有一个球 然后呢 另外一个球 m1 m2 那m1的球打到m2上面 以b10的速度 然后撞击它 撞完了以后呢 两个球 它就分开来了 它一撞完以后 那这边就是m2的球 这个呢 是m1的球 那分别它的速度 v1f 跟v2f 那你知道 这是 撞击前 那这是final 那我们说 撞击前跟撞击后的运动状态 已经改变了 但是它什么东西不改变 就是它的momentum不改变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这是一个系统 这是你要研究的这个系统 OK 那这个系统 initial的 这是initial的momentum 就等于m1 v1的 那这个系统呢 到它final的momentum呢 就变成m1 v1f和m2的v2f 所以很单纯的一件事情 m1的v1要等于m2的m1的v1f 再加上m2的v2f 这是momentum conservation 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 因为这个关系 那我们可以把momentum 分为两个分量 假设我这个是x轴 OK 那当然y轴就是跟它垂直的方向 所以在x轴方向上面 initial是m1v1 然后呢 final的部分 这又可以θ1 这是θ2 所以final的部分 在x轴方向的话 那就是m1v1f的 cosine θ1 再加上m2v2f的cosine的θ2 OK 那在y轴方向呢 initial它是等于0 到final的部分呢 那final的部分 所以你把它投影到y轴上面 就是m1的v1f sine的θ1 然后你把它投影到y轴上面 m2的v2f的sine的θ2 OK 那依照这两个方程式 你就可以去解 解这两个 这个final的 这个velocity 那跟它的方向 速度的大小方向 你就可以把它解出来 这是你们常常 在高中时候 已经就碰到的问题了 那这是一个momentum conservation的一个例子 可以去解释了 但是并且可以去解释了